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好好跟大家聊聊循环经济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 很多人都很关心说社会要永续 然后企业要有社会的一个责任 现在有很多人投资也说要ESG 但这些有哪些共通之处 今天请到专家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KPMG永续发展顾问服务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黄振宗黄总经理 但事实上它是我老师的 我比较喜欢叫黄老师 黄老师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记得我在正大念书的时候 黄老师都教我们企业社会责任 我每行课都不敢翘课 因为我又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最近KPMG出了这本书 经济循环大不同 对我们看完以后 其实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都在耗费我们的资源 老师为什么要出版这样的一个书 经济循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涵 是循环经济 对我想就是 这一次我们都经历了全世界 这个让大家见识到威力 庞大的这个新冠病毒 是吓死了 那我们在台湾 全世界都面临了一个最短缺的东西 就是口罩 对 所以口罩我们把它比拟 是我们所需要的资源 口罩不仅是我们要的 那它还救命 对那更重要是它还有寿命 那比如说我们一天戴八小时 戴个两三天 所以医生就建议我们要更换新的口罩 对那问题没有口罩了那怎么办 所以开始有人想到用电锅去蒸 拿去给太阳晒 对希望能够延长寿命 所以因为资源有限短缺 可是又是我们必要 甚至可以救命 所以我们还没等到这个东西报废 我们就需要延长它的寿命 所以用电锅蒸的 那你要针对方法 我还有同事的朋友 蒸错方法一打开 那就剩两条袋子 跟中间那一条金属 其他全部都不见 有我们在网路上有看到 所以我们也都不太敢针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说我的资源 有一天其实都会用完的 的确 对如果我们再不去重视它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讲循环经济的话 很多人讲说循环经济我知道 我们做资源回收就是循环经济 资源回收是其中一项 那刚刚我举我们新冠病毒的口罩 是口报还没有被我们丢掉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延长寿命 对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家电 我们的手机 是不是当可能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用维修就好 那过去我们几十年前我们还维修的 那现在是因为大量制造 东西越来越便宜 所以我们就把它丢掉了 所以延长寿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可是老师现在没策略了 对 没策略给你修理 这就是厂商在设计的时候 就开始要有新的观念 它不一定是我们消费者拿去给人家修理 应该是厂商它设计成好修理 所以在荷兰现在有一款手机就叫做公平手机 它就是设计成很容易可以维修 很容易可以升级 换个镜头 所以它在设计上面就要让大家可以很容易的 去拆解它的设备 所以我们讲循环 循环当然大家很容易了解 资源可以生生不息 但是要变成经济 那就一定是要有大量 国内国外全世界都需要 所以延长寿命 这是刚刚前面讲我们的口罩 可是如果有人帮我们设计一个口罩 是很容易就可以重新再利用 那这就是设计技术上的问题 如果今天我们设计一个手机 很容易就可以拆解升级 那这个就是技术面的问题 那当全世界资源非常有限 又是救命 大家又想要享有生活品质 所以开始会促进很多这一类的科技发展 就不再是后端的资源回收 而是在前端设计的时候 就考虑很多这一个产品的重新再利用 或者是回到公司自己品牌的相关的制程 那所以它会发展成技术 它会发展成商业模式 它会发展投资不同的考量 融资不同的考量 所以跟全世界的资本市场连结起来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到 比如说车子 电动车 由电双动力 或者是将来的清燃热气 这都是要解决我们今天气候变迁的问题 能源的一体 那你可以看到光汽车产业的转变 那它就会是一个多棒庞大的商机 对 因为之前我看到那个Tesla 为什么涨这么多 有一个分析师讲 就是说它维修其实是方便的 第一个它销售 我就在网路上销售 我也不要透过别人 对 如果你其他的车 可能我们还有这个汽车的 Top Sales来销售 它这车子有多好 第二个维修 我跟你讲我整个就电脑了 所以它就让它股价飙涨 是 那它另外还有商业模式的改变 就是像我们现在有看到 Wemo 这一类的出租车 对 出租机车 那它又是电动车 那它对年轻人的使用习惯 可以用手机APP 哪里开哪里缓 或拿假地开以地缓 然后呢 车子都是属于厂商的 对 那厂商它一定会把它设计成延长寿命 它绝对不可能很短的时间 就让它坏掉 那它当然希望这个产品 可以让更多人 它也是有一点共享 共享经济的概念 那我们消费者就购买的是使用权 我们不是买拥有权 那这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 我们符合将来低碳循环 再利用高的一个产品 可是我又不用花钱去买拥有权 那厂商用出租的方式 改变商业模式 改变计价方式 它却可以让这个材料用得更久 更远 然后呢 万一真的报废了 它回到它的制程 它势必可以节省更多的 能源资源材料的消耗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因应我们 走到今天2020年 面临了很多环境资源不足的问题 会变成从上游就开始去思考 有没有一些更创新 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它甚至这个模式 可以复制到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啊 老师你这样讲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说 企业端跟消费者之端 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循环经济的一个关键点 因为很多人像我们现在手机 其实有人讲说 那厂商就故意让它坏掉的 所以你用两年就要坏掉 你就必须要换 因为换它才有钱可以赚 可是有些其实我们不想换 除了省钱之外 其实你刚刚讲过 这些东西到底回到哪里去 能不能够充分再利用 我觉得这是关键 这就是现在做手机 像智慧行动装置里面 都需要有金属 一般金属 贵重金属 甚至有稀有金属 像稀土 所以这一类 我们如果大家大量的使用 然后呢 一直更换一直更换 那这个大自然之间 我们地球哪有 那么多这些资源可以挖 所以连苹果公司 都开始发明机器人 拆解它自己的 这些系列的产品 回收里面的一般金属 贵重金属跟稀有金属 那这样子才会导致 生生不息 更何况一个电子产品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零件 它是不会坏的 所以它如果回收回来以后 它这一代的产品 用在产品A 它可能下一代产品 比如说像苹果电脑 它现在也开发无人车 也开发太阳能的系统 所以它某一个零件 它就有可能有机会 可以用在系列的产品 那这样子对能源资源的 依赖度其实 就可以大幅降低 这个都是解决未来的问题 哇老师你倡议这么多年 现在看到就是企业 在多久的时间 我看这一二十年 你都在倡议这个ET 是在这个领域25年 已经25年了 不容易 这的确是不容易 刚开始我觉得在讲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诚意过高 对不对 然后经济就是要先 就是快很准 先赚到钱再说 大家都没有提到永续的问题 也没有提到这个 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性 我觉得透过这本书 这样子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企业界比较能够清楚 它要怎么做 我们待会也要可能 跟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现在正在喝的咖啡 那大家也没想到 就是说 其实在循环经济当中 这光咖啡厅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的开始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KPMG永续发展顾问服务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振宗 黄老师 因为黄老师这么多年 刚讲25年了 都在这个永续的领域 然后也在学校教我们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待会聊到这个领域 不过我们先看到这本书当中 有谈到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并不是资源回收 像书中有一个咖啡这个咖啡厅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倒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 人家国外是怎么做的 我们台湾是怎么做的 那这个咖啡厅的故事 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一个咖啡厅 我想那要能够钱进来 那就是卖咖啡 所以它需要有材料进来 它需要有人进来 所以咖啡厅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社交的一个平台 那在商业模式的改变上面 现在有几种趋势 第一个当然我们还是看这个店 店就要装潢 要使用材料 要有桌子 要有这个冷气跟能源 所以一般来讲 像现在的比较知名的联手咖啡 他们在整个店的设计风格材料的使用 都可以 应该是说必须朝向环保化 也就是它节能的灯具 节能的空调系统 那使用很多的木桌 在国外来讲 它很多都是有这个标章 证明你这个木头不是砍掉热带雨淋 或非法砍伐的 那也有这个房子本身是绿建筑 在我们内湖就有一家知名的连锁咖啡厅 它就是蛮高等级的绿建筑 所以它的设计跟室内空气品质 都有一定的国际标准上的要求 来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 这就从硬体的部分 对 那么再来我们就看 那咖啡显然就是要有咖啡豆 对 那全世界很多人不晓得 其实咖啡产业跟巧克力产业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正义 不公平的一个行业 就采咖啡的人收入很少啊 我们喝咖啡一杯都好贵啊 就种咖啡的人越种越穷 这是非常普遍的 那像全世界巧克力产业 有250万名的同工 那这个都是这个行业里头 跟农作物跟它的大量大众物资采购 所以现在也越来越多 所谓的公平贸易的咖啡 这个在欧洲 北美也都越来越普及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公平贸易 就是说它整个咖啡豆的原料商 在采购的时候 是有给种植者合理 符合当地生活条件 合理的工资 而不是用这个剥削的这个方式 那所以现在也有这个公平贸易 咖啡豆的这个认证的 一个国际的体系 所以通常在这一个咖啡豆里面呢 通常我们也都是会看看 这个咖啡厅在豆子的供应上面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理念 有没有剥削人家 对 这是一种从豆子上面 那另外当然我们喝完了咖啡 就会有咖啡渣 所以现在咖啡渣呢 也有这个咖啡厅的这个业者 连锁店的业者 也跟一些可能就是后端的 这个废弃物的处理 比如说拿去做这个堆肥 或者是去萃取咖啡油 咖啡油里面就可以加到 我们运动服饰里面 对对对 它这个变成有咖啡沙 那咖啡渣本身就可以除臭 所以咖啡油 咖啡渣用到这个纺织服饰里面 它的确也有很好的除臭效果 所以这个用在运动员的这个T恤上面 因为流汗流的臭啊 对 所以它是这也是一种 整个算是说成规层 土归土原料能够做更好的运用 那另外还有包括咖啡杯 那我们知道现在当然很多使用这个马克杯 可以回收可以洗那有一些使用纸杯 那纸杯里面其实很多都是纸杯里面 会有一些塑胶的内存 有个膜 有个膜 所以你看在回收的时候很麻烦 像我们社区做回收的时候 这种咖啡杯或者我们做的餐盒 没办法当成是纸去回收 因为它就跟我说里面是有那个塑胶膜 那这个塑胶膜呢 它本身当然就是材料的问题 也怕溶出 那另外就是说它在后端处理也不OK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咖啡厅的连锁业者 跟材料商大家一起开发这个更环保性 更容易拆除的这个膜 或者是本身这个膜就是能够生物可分解的 像来自咖啡渣的咖啡油 它也可以做成一些相对性的塑胶 那这一类的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好的这个材质 那这种就是也是杯子的一个改革 那我们都是做半套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台湾就说我们知道了 可是我们做一半而已 对还有一半的路要走啊 没错没错 另外就还有一种 现在大家觉得就是说有一些外带杯 大家不希望能够 我们刚刚前面讲资源不足嘛 所以我们希望材料 老师你看我 是 这很棒 我有自带杯子 主持人使用自己的这个环保杯 那现在呢 国外的联手业者也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企业的合作 就是把杯子呢可以用租的 也就是说当你要外带的时候 你多付一点点这个 押金 然后呢 它在其他的点就有可以直接回收 那押金就可以退回来 那这个也都是像刚刚前面开车 开到哪可以丢到哪 那我们开到哪可以回收到哪 就像Ubike一样 我骑到哪里之后我可以还嘛 是是 那这一类的 其实对于城市大量使用咖啡 然后有庞大的咖啡的店 或相关便利店这些基础设施 其实它的可行性就会比较高 如果你说在偏乡在野外 那就比较不适合 可是在城市区的 这种是属于咖啡杯 能够让它做最大的广泛应用 那这是一种 所以刚刚前面谈到硬体 谈到软体喝的材料 那接着我们咖啡厅就是一个 空间 社交的一个大家朋友聚会了 所以在欧洲 特别是荷兰发起的 就是把咖啡厅当作是一个 回修维修站 怎么说 它就变成说 左邻右舍邻居 大家到那边喝咖啡 可是如果你家里有东西坏掉的话 就带到咖啡厅 那咖啡厅它也欢迎有一些 会修电器的 会修木工的这些专家 可以到那个地方也喝咖啡 但是用它的技能 帮助别人可以维修一些相关的产品 所以这种咖啡厅就叫做 repair咖啡 对我觉得好有趣 我看到这一站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有趣 那这个在英国欧洲的一些特荷兰其他的城市 现在这个网站 现在这个都很方便 所以这个维修咖啡站 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普及的社交场所 它又是一个延长产品寿命的一个煤盒站 会修的跟需要修的 那都透过一个咖啡都连结起来了 那这真的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一个新模式 因为其实前不久 我要修我的微波炉 然后我拿去店里面 她说拜托 现在微波炉这么烧 夏小姐你是怎么啦 你贪人多钱 我没了不太 我说那是我的价增 对那对我来讲 是我妈妈给我的 我当然希望就是 她能够一直陪着我 因为我记得我家 我妈跟我说你这么笨 你都不会煮 我妈妈送你这个 你就好好用 我当然希望她能够继续用下去 那个除了情感之外 我真的觉得那个爱惜东西很重要 可是大家都会说拜托 我没有塞浮汤 要修理 的确是 在欧洲很多这一类的故事 就是说拿去咖啡维修站 维修的都是对个人 对家庭是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那个是一个精神 是一个记忆 然后是一种情感的维系 结果这个repair咖啡 之所以这样一发不可收拾 变成这么多的一个结盟 在欧洲 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个等于就是 那他等于对于有技术的人 他在退休之后 他可能有多了一个帮助人的机会 那大家的一些具有纪念价值的一个物质 又可以延续 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是循环经济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可是却可以维系大家一个善的理念上面 彼此互相帮助 我觉得荷兰真的还是一个蛮创新的国家 以前只听到它是个比较观光的国家 或者大麻合法 可是听老师这样讲 我觉得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创新 或者是循环经济的一个带动 是一个算是一个先发者 是的确荷兰的确就是因为它土地小 比台湾还小一点 那它的资源也平级 可是他们的创新能量是高的 接受新的各种不同的创意 包容的这个情况也是好的 所以过去我们向荷兰学很多的治水 那荷兰因为三分之一国土地海平面 那现在因为荷兰在循环 其实就是资源有限 所以开发出很多新的可能性 刚刚前面谈到包括咖啡 包括不动产 建筑都更 然后这一个各种不同领域的商业模式的创新 有这种循环在利用 所以推出很多的新的技术 新的概念 那现在也逐渐向世界扩散 那我们KPMG的确也有荷兰的血统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都有它一定的道理 所以我们过去都希望说 政府带头做或企业带头做 可是我觉得在循环经济 或者永续这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要先有认知 然后我们来批使我们的企业 或者是迫使我们的政府往这条路上走 所以我们投资上要注意的是永续 要自律的是社会责任 要注意的是ESG 这些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现场的特别特别来宾 是KPMG永续发展顾问股 服务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黄振忠 也是我们政大非常知名的教授 黄振忠黄老师 那么带来这本书 循环经济大不同 其实这本书当中 有很多企业的一个指标 但我们希望能够有消费者当中 也能够知道 为什么要做循环经济 那过去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大概就是永续 像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我们有永续指数 后来大家就想说 企业社会责任会非常的重要 现在开始又有ESG这样的投资的项目了 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有什么相同之处 老师我们先让消费者能够知道之后 我觉得他要push企业去做 你好好做我就投资你 然后企业都这样做了 其实政府也会觉得就立下更好的一个规范 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奖励措施 这样子才有办法 国家更好或者环境更好 那消费者怎么样去判断 这三个有什么相同之处跟不同之处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大概就是做这样的一个 像听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改变 都是因为可以这么说 就是像新冠病毒就证明给我们看 世界活不下去了 健康的冲击活不下去 那我们除了健康的议题 活不下去还有什么 刚刚前面就是像资源不足的议题 没水没粮食 这些都是属于资源的议题 那再来就是谈到气候变迁 因为我们过去150年 主要都是使用化石能源 就是石油埋在地底高温高压挖出来的 然后呢这些变成呢 当我们把它烧掉变成能源 可是它会变成造成全球脑化的 这个温室效应气体 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现在看大陆的这个 这个暴雨 连续暴雨 日本九州的淹水 然后台湾最近这几天这么高温 那我们就知道气候异常这件事情 也会让大家活不下去 那所以如果我们面念说 受资源限制 受全球暖化气候变迁限制 那我们大家要找活路 所以活路怎么办 那后来就开始发现说 哦原来全世界现在赚钱赚最多就是企业 那卖产品卖最多也是企业 那应用全世界 大家越来越全球化了 可以到世界各国去投资 你可以到世界各国去卖产品 关键元素也是企业 所以从不永续 没办法活下去 大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永续发展 开始就说那我们要活下去 那谁帮我们找出路 后来就发现企业界有钱有技术 有产品有服务 那它是最关键 所以开始要企业散尽社会责任 那过去企业 当然本来社会发生问题了 去救灾 它去捐款 这个都一直持续都有发生 可是很多人慢慢就说 哦不止这些哦 对啊 我们要粮食 我们要能源 我们要有符合环保的 水漂泡污染掉了 我以后没水喝了 对所以就说那你要善尽社会责任 那这个时候就发现 大家会沟通上会说 有啊我都有去帮助人啊 我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那很多人就说 不不不 你应该从你卖的东西 你的技术 你的商业模式 你要看你环保环境议题上面 是不是有受到污染 是不是有善用资源 然后你的产品 是不是危害社会 是不是有毒 处理完人家丢掉以后 你是不是有善尽你的责任 把它回收 然后你提供的劳动职场条件 或者是说企业该加薪不加薪 这个问题哦 都是大家很乖 那这些都是属于社会面的议题 对就是把员工照顾好 股东照顾好 对 所以刚刚是讲环境要照顾好 对 第二个就是社会面的议题 要照顾好 第三个就是股东要照顾好 就是经济 可是这个公司要把环境 要把这个社会面 或者是公司要做技术的创新 可能很多都要新的投资 或者是外部有一些风险 那这个都要考虑到公司治理 也就是董事会 董事会要把大方向 这个方向盘要抓稳了 要往东要往西 抓稳了之后 才要求公司的营运团队 要好好去执行 所以最近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公司 董事会股东会发生 对乱七八糟 所以慢慢慢慢很多的公司就听懂 原来我在环保上面要好好干 我的社会面 劳动条件 我的员工潜意 我的产品责任要好好干 还有我的公司治理要好好干 所以那能不能不要再讲企业社会 只能去讲ESG 是不是就很清楚 更完整了 就三个面向 所以慢慢的 我们十年前发生金融海啸 金融业也是他没有做好风险管理 没有做好投资人保障 所以人家说 你要善尽社会责任金融业 说我有啊 我有办音乐会啊 我有去救灾 他说不是 你应该是 有没有办法 你放出去的一块干净的钱 投资出去一块干净的钱 你能不能证明 一块回来的一块加上利息 加上投报率 不会是肮脏的钱 那所以就是投资融资 开始也要考虑 我会不会去污染环境 我会不会危害社会正义 那我有没有 这个公司治理做得不OK 所以从此以后 在过去这十年 金融业就开始慢慢 在投资融资的 包括征寿性流程 包括投资标的的筛选 就开始看这家公司 有没有在 E就是环境 英文就是Embowment 然后在S 劳动条件 社会责任 这个面向 再来就是公司 董事会的治理 是不是抓得紧 方向走得对 所以从此以后 这个三个领域就变成 我们讲说 我把它用一句话 叫CSR 就企业社会责任的 真面目 其实就是ESG 那我们今天 总归来讲 就是说 今天我们走到 如果大家都不改变 就十个字 十个字 前面两个字叫歹活 中间四个字叫不得好死 然后最后四个字 就是死路一条 我本来只想说 四个字是坐以待毙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对 但老师这个话 哇 那所以我们要改变 那像2020年发生 新冠病毒很明显 我们应该要了解 全世界没有什么事情 不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今天讲 我们有气候变迁风险 我们有能资源的风险 大家一定要变 所以资本市场要变 投融资要变 那企业的技术面要变 对 治理面要变 消费者的态度也要变 那这样子 整个生态系 大家都是为了找活路 一起来努力 对 我觉得消费者要变 如果你是个投资人的话 你更要知道 对不对 什么叫ESG 对不对 如果你企业有做好 我就投资你 这个指标会很重要 你没有做好 你赚再多钱 我都不投资你 对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 所以现在过去我们 投资的方向 就是说先看财务 对 看你美国赚多少钱 对 那现在呢 过去这十年当中呢 开始有一些公司 看财务之外 接着又看非财务 我们就讲企业社会责任的 一环境面 社会面 治理面 这是非财务面 所以现在我们就讲 投资看EPS 叫美股盈语 投资现在也看EGS 我把ESG稍微倒一下 所以这样听众朋友就好记了 EPS对EGS 一个是财务 一个是非财务 一个是短线 因为我们财报都是一年一年 一个是长线 就是我面对未来的发展 我怎么样去做转型 那你说要把从燃油车 要变成电动车 这绝对不会一个晚上就发生 当然 所以它是有一段转型的过程 好 所以今天听到这个 黄老师这样跟我们 做一个分享之后 我们更能够清楚的知道 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消费者该怎么做 但这么说 我们会po在粉丝团上面 可以让企业界 我觉得都应该来 好好的看一看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黄振中 黄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请到黄老师 来跟大家上上课 谢谢黄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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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